马努吉诺比利终于没有决定再打上一个赛季,经过慎重的考虑给出了一个全世界球你都不想看到的答案,退役。 吉诺比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,虽然在这之前,就已经露出了些许端倪,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仍旧令人猝不及防,腰刀真的离去了,带走了圣安东尼奥GDP时代的最后一丝血脉。 今天,带着无比复杂的心情,我宣布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,我现感激所有人家人、朋友、队友、教练、工作人员以及球迷,伴我度过过去这23年的职业生涯。 这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旅程,远远超过我曾经对于自己职业生涯最美妙的想象,吉诺比利写下短短的一段话,却留给全世界满意出来的哀伤,宣布退役。 很多球迷都将其视为青春的记忆,那些看着GDP打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,他们看着帝母邓肯退役。 托尼帕克转头踏队,如今马努及诺比利决然宣布归隐,怎么能够不感到流出眼眶的热泪带着离别的感伤,我曾在帝母邓肯退役时写道,这不只是一个时代终结的序曲,也是无数人从青春走向中年的祭奠,没有什么比这个夏天发生的一切更痛心的了,可怀了纳德内心,充满倔强的离开圣城。 这对于马斯球迷尚可接受,既然留不住,分手未免不是好的结果,可是马努及诺比利怎么也离去了呢? 这要比科怀伦纳德被交易到多伦多神伤了太多,谁都知道吉诺比利已经不能改变什么,但是他只要站在那里,似乎青春就没有散场,时代的倒影就在球场之上。 所谓青春马努及诺比利打了23年职业篮球,16个赛季是为马斯队效力,自从登陆NBA就没有换过球队,从当初吉吉无名被选中,到率领阿根廷国家队击败美国梦支队。 马努及诺比利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光环,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他的篮球才华最大发挥的人,格雷格·波波维奇。 波波维奇将其打造成联盟最为犀利的一柄战刀,从替补席上每一次站起来,都能够自穿对手的心脏。 从此,株连碧合的GDP组合,铸就了不朽的传奇,他们不算华丽却永远高效,携手夺得了四次总冠军,书写了NBA一段不朽的传奇,天下没有不散的言习,繁华过后终有黯淡,唯有记忆涌存,孤独老者下个赛季的马斯队,最感觉不适的就是波波维奇了。 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他可以跟蒂姆邓肯开着玩笑互相打趣,也可以拿腰刀调侃,甚至是马上帕克一通,下个赛季的马斯队,都不会再有了。 上个赛季,他还在调侃吉诺比利喝了不老泉水,他还表示邓肯和吉诺比利要是都离去了,自己无疑就像是死了一千次。 这一刻还是到来了,马努吉诺比利退役之前跟波波维奇有过,一次会面,这次会面并没有让吉诺比利改变自己的想法,该来的还是来了,心酸的一幕很快就浮现于脑海,波波维奇下个赛季站在场边,孤独的像是一尊雕像,文言无强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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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